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一節有一宗休班白警在屯門張貼連龍場 被警察斷政然後拘捕的消息 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這宗資料已經是經過fact check 是千真萬確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 有些警察群組更加掀起了一些觸軌的風潮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事緣在今天凌晨大約1點多鐘左右 有一批為數大約8名的街坊 在新屯門中心即港鐵屯門車廠對開的空間 懷疑想製作一個連龍場 期間剛巧有巡警經過 向各人查問到底你們想搞什麼 雙方對峙了超過三個小時 最後警察將這班街坊分成兩批送上警車帶走 年齡介乎13至60歲 總共有五男三女 當時屯門區議員李嘉偉也在場 他說認得當中有幾名街坊 說見不到警察搜得出任何工具 又說不知道警察截查這批街坊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確認得到在這八名被帶走的街坊 其中有一名是休班白警 首先通過藍色網媒港人港地自爆 根據他們所說 警察在現場的人士身上 檢獲到文宣海報、現金和電鑽 於是以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將這班街坊帶回警署調查 據他們了解 該批人士當中是包括了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是其中一名人士在青山警署任職的現役警員 當時他就跟老婆和外母一起貼著連龍牆 已經爆料出來 當然很多人在這個時間還半信半疑 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在搞大龍鳳?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對的 只不過去到後來 微博封傳了一則的鐵文 這篇的鐵文證實得到 該名的警員真是一名休班的白警 這篇的鐵文是由一個用戶叫通天書生諸葛鵝龍所發布的 這篇的鐵文裡面寫什麼呢? 我照讀一下 駐守青山警署警員編號某某 因為金神於新屯門中心貼流龍牆時被捕 名字叫黃XX 他就由七個月之前 已經在警區裡防暴隊的第二梯隊Tia2內駐守 說明他一直都在前線 有關他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呢? 我不知道 但是引用我在警校同班同學的名言 捉一隻鬼更勝多一百壯士 黃某某絕對不是民職或者後勤人員 事實就是事實 我和大家都改變不了 我相信只是個別事件 我們一定會堅定不移守護香港 大家聽完以後都會理解得到 連警員的番號姓名和駐守哪一個位置都被人登出來 很明顯警隊內部有些人展開了捉鬼的工作 這一則貼文裡面附帶了三張圖片 其中兩張在現場拍攝 在一班街坊當中圈回該名休班白警出來 第三張圖片相信是他的同袍起底 就從一些社交平台拿了他的照片下來 就指給大家看這一名真是休班白警來的 我們首先要問的就是 到底這一班街坊連同這一名休班警 到底他們干犯了什麼的罪行呢? 實情張貼這些連龍牆的文宣 最多你就會告他什麼? 就是貼街招一樣 你就出張傳票給他 讓他去法庭發錢 為什麼要將他帶返警署呢?一干人等? 是不是認得出其中一名的街坊是休班警員 於是就作出阻撓和樓瀾 還有一件事就是 警員實情在休班的時間 其實也有權利去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先不管他是白警也好、黑警也好、什麼警也好 比如說光頭警長或者其他員助級的警員 大規模地上微博申請帳號 去圍爐取暖 這些行為為什麼又沒有遭受阻止呢? 為什麼這一名休班警去張貼連龍牆 就要被帶返警署調查呢? 這就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而且有些警員微博甚至乎是穿了制服的 或者拍攝一些影片大聲欲罵示威者 那些蟑螂照放在微博上 那些又是怎樣呢? 休班的時候發表政見 這樣就算數吧 當勾的時候也一樣是這樣做的 那些為什麼又不去抓呢? 是不是發表意見的警員就要遭受到檢控呢?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就是 到底怎樣來看待這名休班警呢? 先說說他的同袍 他的同袍肯定就當了這名休班警是鬼來的了 因為根據他們所說的 捉一隻鬼就更勝一百壯士 其實已經是表達得非常清楚 就是當他是鬼來的了 其實就不單止是他的 凡親在警隊裡面 那些極少數的異見人士 他們都當是鬼的了 於是當然警隊裡面 就不會有人夠膽發表一些異見的聲音 公開地 我想他就是去貼連龍牆 都是偷偷地去做的 而且警隊裡面 這一班極少數的異見分子 就絕對佔不了主流 故此大家市民就不需要再去特別區分什麼白警 你當作是黑警才行就行了 是不是? 還有就是 就算這一名休班警 他不會遭受到停職或者處分也好 其實他都很難再在警隊裡面撈下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肯定就會遭受到其他同袍的排斥 沒有人會夠膽再去埋他身 都不會再跟他做朋友 因為一旦黏了他 就會遭受到其他人的白眼 一定沒有人再跟他交友 他在警隊裡面處處就會受到針對 甚至乎這一輩子都紮跡無妄 講一下部分網民的意見 他們怎樣來看待這個休班警呢? 有些人就說 不相信警隊裡面有任何一個白警的存在 這隻肯定是鬼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去特地通知警察到場 拘捕其他街坊 但是這個說法其實有一個漏洞 就是當時他的老婆和外母都在場 如果這一名休班警 他真的是警察的臥底的鬼 為什麼會安排他老婆和外母都在場一起被拘捕呢? 就算真的做二五仔也不會冒那麼大的風險 因為他的外母和他老婆都要在社區裡面生活 萬一被人踢爆是鬼的時候 根本上連社區都住不下去了 故此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不會覺得貼連龍牆的這名休班警是鬼 我又這樣看 無需要是雪中送炭 但是也不用去落井下石或者雪中送屎 話又說回頭 雖然這一名我就不當他是鬼 但是又不需要對他作出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絕對同意是對於三萬三千個警察 都是需要懷有戒心 比如說 在這個理大的攻城戰當中 正正就是有些愚蠢的示威者 真是愚蠢子 被那些警察哄兩哄 就過了料給別人 就告訴別人的逃生路線或者各樣 這些根本上就是入世未深 以為那些警察真的對你好 就真的跟你聊天 誰有這麼多白警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故意去區分 誰是白警 誰不是 只不過這件事已經是公開了 洋出去了 所以來辯認一下 也是無妨的 如果別人真的不是鬼 就無謂使對別人有一個委屈的感覺 最後一件事就是 那些警察的群組 那些通訊群組就開始在那裡捉鬼 牽起了捉鬼的風潮 而且他們就真的心狠手辣 早前高等法院明明就頒布了一個臨時禁制令 就禁止那些市民去公開那些警察的個人資料 相片等等 現在竟然就由一個境外的平台 叫做微博 這樣來出口轉內銷 就由那些大陸人來把這名休班警的資料放上去 我想詢問一件事就是 到底香港警察會不會就這宗起底案件進行調查呢 律政司又會不會就是做事呢 還是說山高皇帝院 境外的東西我們管不了不去查 喂 那根本上就是雙重標準 即是只查市民 原來你警察起自己底 這個因為是異見人士來的 這個貼連龍牆的 所以不需要保住他 有得他被人起底 是不是這樣呢 即是標準要一致才行 如果你自己的標準都不只一致 經常搬龍門 誰人會服你 雖然現在也不會有人服你 但這才是你所謂專業執法的標準 是要有一致性才行 而且他們說要捉鬼 你捉得多少隻 是不是 那個Telegram的老豆搵仔群組 經常都有警員的資料被發佈 到底那些資料從何而來呢 很明顯就是從你那些警隊內部的內鬼 內奸 這樣貼出來的 一般市民鬼知道你這麼多資料 身份證又有 老婆子女叫什麼名字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就讀哪間學校的子女 或者自己的住址 全部被人登出來 這些內鬼 你捉到沒有 在過去大半年 似乎一隻都沒有捉到 所以捉來捉去都是浪費時間 根本上如果有心隱藏自己身份的白景 你就不能捉 這個為甚麼被捉到呢 就因為他自己真的去到癡連農場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